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動人掌握直線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呼羅盤的盤後解版視頻 今天是禮拜四 禮拜四是我們的直播時間 投資好朋友們 如果說你有吃不上問題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17厚牙8的部分來做提問 那盡可能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 好不好 那一樣我們先幫大家錄一下這個盤 大盤今天中央上漲91.267漲1.93 還是一個上漲的盤 那投票這個地方它應該會怎麼樣 應該會震盪稍微大一點 甚至於應該我昨天跟大家說盤底 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接下來應該就是盤底 甚至於不排除怎麼樣 不排除它可能會有右腳的部分產生 因為你現在撒錢這些東西 其實它是不自咳嗽的 那不自咳嗽的話 那個你現在所聽到一些利多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降息降到零了 同朋友降到零了 降到零你還要怎麼樣 QE已經無極限了 已經沒有上限了 那你還要怎麼樣 同朋友這都已經是利 就是之前丟出來沒有效 降兩碼沒效 直接降四碼降到零好了 QE吃先益沒效對不對 股市繼續崩 那應該無上限好了 然後現在怎麼樣 現在就是那個兩兆兩兆免的刺激方案 參議院過了 然後在眾議院這個時候表決 也就是撒錢 那個每對夫妻基本上有2400塊 所以就是政府給你3萬 比如說政府啦 政府給你錢啦 如果說1000塊的話就是3萬嘛對不對 如果說以1比30來講的話 就是政府每個人送你3萬塊 然後小朋友500塊 讓你開 對刺激經濟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短線上 他一定有效果啦 那一定有效果的話 因為他灑到有效果為止 沒效果灑到有效果 所以恐慌的崩盤結束了啦 我的看法恐慌崩盤結束了啦 那恐慌崩盤結束的話 沒有接下來就震盪 那震盪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利多差不多就是就丟到這邊為止 還有更大利多嘛 那下檔 下檔基本上你也不用擔心說什麼會破底 我個人是認為應該也不會破底 我們有護盤嘛 那個 川普基本上他也是想顧他的19257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蔡總統是8131嘛 所以基本上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在延後怎麼樣 就是這個東西就頂住 頂住他們的歷史定位 就上任那一天不要頂住 那其實接下來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3月份快結束了 那準備進入4月份 那因為2、3月的部分 其實你後面應該會聽到蠻多的利空 比如說什麼砍單啊 有的沒有的 我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昨天就怎麼樣 昨天就有了 結果蘋果正安彈5奈米 延後量產 其實股票已經跌很深了 應該沒有錯嘛 現在不是在天上 現在跌很深喔 你知道3月11號開始崩盤嗎 啊 投票你知道嗎 你應該知道吧 這樣你知道的話 投票我剛看了一些留言 我覺得我的感覺好像還有人不太知道這個3月12號崩盤 還不知道在崩盤 你懂我意思嗎 我3月12號我跟大家說 第一方好像活著比較重要 沒有錯吧 那時候在1萬1喔 每多久跌到8500呢 你應該知道這個地方崩盤吧 投票如果說你知道崩盤的話 你怎麼會腳毛不走呢 那不是很奇怪 那我要跟大家提的是 這個地方已經掉下來了 那掉下來你會開始聽到很多利空 但是他已經跌了 就是這一段恐慌崩跌 他已經把之前 甚至把現在4、5月份 你準備聽到的利空都反映了 那像這個 他說什麼 五奈米延後量產嘛 就是蘋果的手機要往後延嘛對不對 這是昨天的啦 昨天忠實說的 他說延後兩個季度 延後一到兩個季度 這算很嚴重耶 但是呢 他講完之後小摩說什麼 小摩說不是延後一到兩個季度 是延後什麼 是延後差不多一到兩個月 頂多延後兩個月 他說的頂多延後兩個月 這都是什麼 預測 大家都在猜 現在疫情狀況這麼嚴峻 大家都在猜說 蘋果的那個iPhone12 這個地方要延 我說真的 那個 我有問供應鏈啊 沒有 大家都沒有接到要砍單的消息 你知道嗎 這都沒接到砍單啊 你可以去查郁金光 郁金光好像前幾天有說嘛 就是 沒有啊 他沒有砍單啊 精彩也說什麼 一到六月份都是正常啊 就是現在是三月嘛 他到六月份的SK9都是正常的 所以呢 所以他也沒有接到砍單的 沒有接到砍單的消息啊 但是就算有好了 同朋友就算有啦 台積電已經跌成這樣子耶 跌到235耶 高點是346耶 他跌了100塊 跌100塊 差不多跌到三層去了耶 跌三層耶 這個精彩 這精彩已經砍掉一半了耶 跌到一半了耶 因為同朋友也有警示嘛 但是你去看喔 從這個新聞出來喔 從這個新聞昨天出來 到現在你看到那個今天的走勢 其實沒有影響耶 你會發覺 就是5奈米以後量產 昨天說贏後兩個季度 結果呢 結果欸 他昨天收紅耶 台電昨天還收紅嗎 對不對 清財昨天還是漲停 結果呢今天有震盪一下 結果呢兩支一樣都是漲的 所以也就是說什麼 當股價掉下來之後 你出利空其實叫做什麼 叫做很正常 市場上已經不會反映這個東西了 不會反映這個東西 當然就怎麼樣 那就是你這個地方 你可能要摺跡 摺股做多啦 甚至你要找一些什麼 找一些後面業績會上來的股票 因為如果說他不會破底的話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提到過 甚至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股票市場四種走勢嘛 一種就是漲嘛 一種叫做盤嘛 一種叫做慢慢跌嘛 這三種狀況都怎麼樣 那個主力實務 他是會做股票的 一個禮拜勝喔 只有一種狀況 他是不會玩的 甚至他會怎麼樣 他會嚇到趕快把股票砍掉 叫做什麼 就是崩盤 那三月十曜就開始遇到崩盤 所以他不會玩 但是現在開始 如果說這地方 開始不會崩盤的話 他會幹嘛 他會幹嘛 就像你今天看到的盤面一樣 震得很厲害對不對 震得很厲害 結果呢 結果尾盤就收上去 對不對 尾盤就收上去了嘛 代表什麼 代表人家這個地方他想玩 就跌太深了 想不要移一下 甚至於總是 總是不到一千億耶 總是不到一千億耶 散戶已經出去了 甚至於你去看 選擇權的OI 跟企務的OI的部分 好像散戶做空的比例比較多 所以短線上 在散戶還怎麼樣 散戶還在翻偏空之前 你可能要稍微偏多一點 甚至於有些利空怎麼樣 之前都反應過了啦 好不好 那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是這次iPad Pro會推的 叫做什麼 叫做光學雷達掃描儀 蘋果的新的東西 它會放在這次iPad Pro裡面 當然在這支手機 在這支手機應該也會有 這個是要幹嘛的 這個是要擴增實境的 這個是要準備擴增實境的 所以新的應用你可以留意一下 到底後面到底誰在搞這個東西 好不好 那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 短線上有些股票你可以留意 對不對 就是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不管說Light還是Tail Grand 如果說你有可以轉到Tail Grand的話 真的我就麻煩你轉到Tail Grand 因為Light這邊要收錢 訊息只會越來越少 不會越來越多 Tail Grand是我該怎麼發 我該跟你分享什麼訊息 我就在那邊分享的 但是Light的部分 基本上只會越來越少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還是Light 反正老師你會發 我就懶得轉 那我還是建議你 麻煩你換一下 因為他後面那個收錢 如果說不堪負荷的話 不堪負荷的話 其實我後面那邊 還是越來越少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一樣這個部分 好朋友 我們昨天跟大家分享 兩支股票對不對 我相信你都很聰明 我們會員的權益 我沒有跟你 沒有跟你說是什麼股 但是我相信你很聰明 知道我在講哪一支 這個嘛 準備軋空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要軋空 一副要軋空的樣子 投信買買 就是 投信雖然說這個月 不太好弄 但是起碼他還是要做帳 做帳 大家都賠錢 起碼我少賠一點 少賠一點 我計價是在前面 昨天這樣子嘛 今天呢 今天他又跟紅黑棒上去 他快過高了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券單還有 一萬一千五百多張 一萬一千五百多張 在接下來的幾天 四月一號要全部回不掉 所以 所以 所以朋友 有時候你就一個方向就好了 這是什麼 如果說你習慣做多 你不習慣做空 你就不要做空 好不好 你就是往偏多方這個地方做 有風險的時候就把它避開 等到跌差不多了 那個投資價值浮現 你要減這個地方 再慢慢減 你看這個 大盤是空方式 空方式 半空又要被人家 又要了解 你有沒有覺得很瞎 空方式 你放空就是找落水狗 找落水狗 就找這種強勢武空 結果沒下來 現在要被家了 應該過這個東西 就上去了 對不對 離這個高點已經不到一塊錢 一塊多吧 一塊多一點 如果衝過去的話 這些怎麼樣 就補在最高點了 我剛剛是不是講這個盤 如果說你從今天來看的話 就是有人想玩 有人想玩的話 就是可能會被尬 對不對 所以 柳柳要送分體 另外一支這個 是不是筆電這個不好 你今天看到新聞對不對 筆電嘛 筆電在缺了 為什麼 因為在家辦公需要筆電 甚至於那個Windows 7 Windows 7 是不是從去年開始 它不更新了 不更新它會有換機槽 然後今年的Intel 跟AMD都有什麼 都有新的晶片出來 都有新的晶片出來的話 效能更快 對不對 然後呢 功率更高 效能更快 所以 所以就是 有新的晶片出來 然後呢 那個Windows Windows 7 不更新 所以從去年開始 就有換機槽 只是換機槽 在這次疫情裡面 它推的更快 推的更快的話 這是什麼 那個筆記錠電腦 前面不是有一個觸碰嗎 那個觸碰版 它做的 大部分它做的啦 試案率很高啦 幾乎它做的啦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出一台筆電腦 就出門完的話 它不是會受惠 對 昨天還有啊 上影線好長喔 這誰可以買啊 不可以買啊 今天哇 好紅的紅街棒啊 一根一根壞 一根紅色的壞棒棒 對 啊投信買一堆 所以 然後你有質疑率 配6.5塊耶 你今天儲一儲的話 那個質疑率好8%耶 對 昨天是8.5%嘛 今天爬上去了 差不多8%嘛 8%也不錯嘛 定存 你去定存好了 定存 定存 不到1% 你要1%還是8% 所以相同這種時候 是怎麼樣 應該這麼講 現在很多人都講什麼 跌下來要買定存股 什麼之類的 沒錯啦 定存股 它可以叫定存股 但是你要搞清楚 它到底會不會回 它到底會不會填息啊 如果說它不會填息的話 那就是越出越下來啊 就是你左手換右手 那股價越低而已啊 你要找那種成長的 成長的有沒有 會成長的 啊什麼叫成長的 成長才會填息 成長的股票才會填息啊 所以像這個就是 啊 有機會成長啊 不然投信在買什麼 買一些會多耶 所以就是你要買 就是 買這種啊 我的看法啦 買這種啊 好不好 所以 如果你猜到的話 恭喜你啊 今天賺錢 對啊 我們做個結論啊 還是那句老話啦 不怕股票市場不怕賠錢 怕沒有賺回能力 沒有賺回能力 沒有賺回能力 投票 我說的賺回能力 不是說什麼什麼硬拗 這隻我好喜歡 我就硬拗 一直貪一直貪 貪貪貪貪貪貪 崩盤我還在貪 有人說不然這樣做嗎 你是不知道要停損嗎 你不知道停損嗎 啊 你不知道 有停損兩個字啊 不怕是哪有停損兩個字啊 不怕是哪有停損兩個字啊 破了趕快出門 欸這崩盤 非理性殺盤 這搞不清楚狀況好不好 也就是你要用你的方法 對 你沒有方法的話 用我的方法 對 就是操作方法嘛 然後呢 把失去的賺回來嘛 不是 我好習慣他 我都不出他 沒人這樣他啦 好不好 那喜歡我們分析的話 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好不好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啊 看一下同學的問題 美食之前不是都可以貪嗎 這個阿花同學啊 之前是多久之前 去年前年還是3月11號之前 3月11號還是今天之前 你3月11號就崩盤了啊 你崩盤 崩盤還在貪喔 崩盤不是要趕快澆抹油嗎 不是要先走一下嗎 如果說你覺得我害你的話 你覺得我害你的話 那我要給你什麼建議 那我沒辦法給你建議啊 對 然後這支股票我相信 我之前有買過這支股票 我也賺錢 我出了我在節目上也講 我不是說出完了 出了然後我都不講 有沒有 出了我就講吧 對啊 所以我們的學員 有沒有賺過美食的錢 有 對不對 有沒有很套勞 美食現在 沒有 為什麼 獲利輸掉了 沒有啊沒有美食啊 我會不會再做它 我會再做它 因為 因為我有朋友 有沒有 股票是人做的啦 好不好 我有個朋友叫美食小開 我只能這樣講 美食小開 都玩美食的啦 對 跟公司派也熟啦 美食小開啦 弄 他要弄的時候 就是有利多這個地方 什麼銀色化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了啦 所以呢 所以我只能跟你講 現在我不會弄它 但是呢 該弄它的時候 我就會弄它 如果說你是我的學員的話 這是我的學員在看節目的話 我們之前 你都覺得 這一支我們是不會賺錢的 你就跟著我的訊息 我叫你買你就買就對了 就像我昨天叫你買那兩支 對不對 買了就會漲 對不對 崩盤的時候沒辦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落袍啊 崩盤的時候沒辦法 就是先出掉 看戲 等到這個地方 人家要玩的 我就帶你玩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覺 我已經開始這樣 我昨天在索帽裡面講什麼 我已經進步到 跟投信同步了 他買我就買了 我現在不是 不是什麼 他買 我盤後看到 然後我再跟著買 他在買我就知道 同步 同步進行式 你帶這位老師來看錢嗎 應該會吧 所以這個美食 我只能說 這公司不會倒啦 什麼時候上來而已啦 好不好 那 應該這麼講 有沒有 攤品你要等到反轉才攤 反轉才攤不是嗎 那不是 哪有人 亂不亂攤的 股票不是這樣做啦 反轉才攤 請問他有沒有反轉訊號 你也剛剛幫幫忙 均線都沒一條站上 這裡面要反轉 這裡面要攤 你要等均線站上 再來攤好不好 投信多久沒有 不然 等投信來了 好不好 這些投信 這些投信也認識美食小開 不只能這樣講 這些投信 這是股票有投信玩嗎 對不對 之前這邊都有投信玩嗎 這投信也認識美食小開啊 反正他要動我會知道 好不好 華擎會再做錢高嗎 華擎這法案有在看喔 華擎啦 華擎法案有在看 但會不會再過錢高我不知道 這法案有在看 他今年還不錯 還不錯 他今年狀況是好的啦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講 你那AMD跟Intel 今年都要 都有新的那個嘛 新的CPU嘛 那華擎做什麼的 不是做那板子嗎 主席板嘛 你出了新的CPU 你那個有換機槽 你不是要主席板嗎 華擎是華碩的嘛 所以像這支股票 我認為會不會過高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他怎麼樣 他是強勢股啊 為什麼 你自己看那個均線 他站上所有均線 站上時時線 站上月線 所以他是強的啦 我認為這支股票你可以 你可以留意他啦 我不敢念什麼 這個理由大買特門 那起碼 起碼他是強的啊 其實國外是強的啦 好不好 金像光套在100塊 會不會解套 救救我 欸我3月11號在說 要落跑 你們都沒在聽喔 你也稍微聽一下 給個面子好不好 我是多方老師欸 我真的是 除非啦 除非就是我覺得 好像不太對勁了 我自己都覺得說不太對勁了 我才會講說 火著比較重要 你挺準利趕快設好 應該沒錯吧 我平常會這樣 我平常震盪的時候 我都說什麼 那不用怕啊 就是他不會崩盤 不會崩盤就會有人 有人繼續做 但只要崩盤的話 就不能玩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已經要崩了 我才會這樣告訴你啊 每次都這樣啊 對不對 又不是說什麼 大部分都這樣啊 除了剛剛我講那個 在崩空的沒下來而已啦 還有這個啦 這個今天太做啦 他今天也是榮券最後回補啦 你看這個 他今天榮券沒有多少張 一千多張而已啦 但是今天榮券最後回補 我說真的啦 也是有人想要弄上去 崩這些空單 崩怎麼樣 就崩他們啊 你空單 空這支有賺錢嗎 那也要錢 那不是 摘下來的空 結果能不能又爭回去了 對 也是這樣所有軍艦資產 他今天最後回補日啊 就是一大早 對 那個群組就有在叫說 這是今天最後回補日 來玩他一下 對 嘎死他 就還真的嘎到最高點去 好不好 3530啊 看一下3530啊 套在100塊 100塊 這邊 滿遠的 會不會解套 他是CIS對不對 CIS CIS 你現在手機 手機基本上都有影響 對不對 現在都在吃DG的庫存嘛 你看看這些嘛 不是這樣 不是也一樣 每次都掉下來啊 會不會解套 其實如果說你要看這個 什麼金像光這個 你要不要先看 比較有機會上去的啊 像這個是比較有機會上去的吧 那時候 主要是同心電跟什麼 同心電跟精彩嘛 對不對 你給他先看這個 先看這個啦 好不好 剛剛好像有一個問祥明嘛 對不對 祥明 喔 你是很久沒看節目啊 對喔 那是像我美美同學啊 說到精彩都看得 什麼那麼少 奇怪耶 我不是在這邊說 你有祥明的全部換到精彩嘛 然後這邊啊 我記得這邊吧 四五十塊啊 我說你就全部換過去啊 現在是不是又來這個價位了 又掉到這裡啊 對不對 你等他 你等他那個 那個怎麼樣 他現在被警示嘛 你等他警示 可以比較好進出喔 你就換一換 玩玩的啦 有沒有記我不知道啦 不過這次沒人在看了啦 沒人在看啦 我怎麼變 比精彩的價位還低 很慘 精彩如果說有在震盪的話 他如果上來一點的話 兩個價位沒有差很多 就換一換啦 好不好 精彩的戲還是很有啦 對 只是他那個都帝顏而已啦 好不好 然後那個跡象光 就是你要看CIS的部分啊 會不會上去 應該會上去啦 我的看法應該會上去 但是不知道多久 而且如果說要先上去的話 你要不要先看一下這個 或是這個啊 這是比較具有題材性啦 市場上比較認同 反而有在玩的啦 先看一下這個啦 好不好 看一下6 威剛買在729 現在又停損錯的資金嗎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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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要反彈了 還是要停損什麼 我都要買股票啊 你在問我要停損 欸 這個 這個節奏耶 我昨天有發文吧 我真的不是有發文說 這個地方恐慌的殺牌已經結束了 這個地方恐慌殺牌 就是大家不計價 拼命亂砍啊 拼命亂砍 彈起來 彈起來 我說我這個地方應該可以 可以給他一個機會 只是你後面如果說要休養生息的話 盤底的話 我不知道要盤多久而已啦 那個價格 價格其實沒有鬆動多少啦 但是現在市場上比較冷淡 好不好 市場上比較冷淡啦 我早上還問過一個賣低院的 他說上禮拜 他都沒有接到單子 他說上禮拜都沒有單子 但是價格你說有沒有崩下來 價格沒有下來 有鬆動啦 就是有稍微 沒有像之前那麼硬啊 但是他上個月沒有 上禮拜是沒有單的 一整個禮拜 他說一整個禮拜是沒有單的 都沒有接到任何英語單 所以現在還是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在封城 所以就是經濟停滯嘛 經濟停滯的話 已經跌很深了嘛 跌很深 跌很深 跌很深這把杯停損啊 就看能不能後面能不能跑上來啊 好不好 這個系統蠻奇怪的 那個比較早問的都會跑到 跑到上面去耶 然後這個字幕會跑到下面來 這個我還要推到上面去耶 看一下 翼龍店可以續爆嗎 3Q 翼龍店 翼龍店不是還漲嗎 不是賺錢了嗎 你就看你要賺多少錢嗎 他現在值率多少 8%配6.5% 配6.5% 配6.5%今天好像82% 你算82% 6.5%除以82%多少 6.5%除以82% 啊最簡單 你看今天投信有買就對了 昨天投信買那麼多 給他投信應該 尾盤那個推上去應該是投信推的啦 你看看 除以8% 今天收82% 他有7.9%的值率耶 超過8%耶 8%算不錯了吧 所以這個對於 投資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啦 對 然後筆電就那個板子啊 前面就你們筆電不是一個板子 那邊那個要觸控板它的啊 就有吸引力啦 還有什麼 什麼勵志啊 勵志今天是不是漲停板 那個筆電那個散熱啊 散熱它做的啊 所以就是有開始怎麼樣 有族群性的那個效果啦 有一些族群性的效果啦 會叫什麼 我帽可以買嗎 我帽小綠綠 精彩它65塊 啊不是快解套喔 今天不是 差一點點而已耶 你看 快解套啦 剩一層而已啊 今天收多少 你知道嗎 585耶 才一層而已耶 欸 半半你輸一層 不錯好不好 應該可以解套吧 可以解套 然後什麼利空 只是它被警示報告而已啊 被警示啊 沒警示的話 這邊有四十幾塊我就抄底了 被警示 這更麻煩耶 我說這個可以等解套啦 搞不好還會漲 不止解套應該還會賺錢 我帽可以買嘛 但我帽現在沒有新產能耶 可以買嘛 還不錯啊 跟著投信買 應該是安全的 但是會不會漲到這邊我不知道耶 因為現在只是 現在都先反彈嘛 反彈這個 這種應該這麼講啊 它是趨勢股啦 有沒有 它是這種股票是趨勢股啦 這是什麼5G的啦 5G它是趨勢股啦 我認為你可以看文帽啦 文帽可以啦 然後那個 那個 應該這麼講啦 5G的PA喔 5G的PA喔 5G的PA 只有它會做你知道嗎 5G的PA啦 只有它而已喔 所以呢 所以 華為現在喔 現在蠻巴結它的 華為啦 因為華為現在 中國現在在蓋5G的那個記憶台嘛 5G的PA其實有它很做耶 這洪傑克啊 洪傑克就做4GPA啊 他做4G的啦 他就做那個 加用那個Wi-Fi Modem那個PA啦 就是 利基啦 利基丟當給它嘛 利基其實是接那個什麼 就5G那個什麼Wi-Fi6那個啊 就是5G之後 你家裡要寄什麼 Wi-Fi6那個 那個Modem那個PA 是利基 就是去美化利基接料單嘛 利基在丟給洪傑克做 所以洪傑克出的不是5GPA欸 5GPA之後誰會做 只有我帽會做耶 所以我帽的老闆是誰 陳慶財啊 陳慶財啊 陳慶財還有另外一家公司叫什麼 陳董啊 另外一家公司叫連帽啊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這公司走勢很像啊 你看我帽的走勢 對不對 拆掉了 撞掉對不對 你看看 走勢很像啊 5GPA 對 85文帽 然後我只要跟那個華為 或是跟那些叫5G的那個 PA的講 欸你們需不需要板子 需要5G的板子的話 我還有另外一家公司 也不錯 你們可以找他合作 也可以找他 你看他 頭心在買什麼 頭心在買這個東西欸 不然你以為他們幹嘛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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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只有他會做啊 所以他可不可以買 我是認為可以買啦 只是你現在這個位接 你說他會不會大漲什麼的 其實你還是要看疫情 現在疫情只是 疫情有緩和嗎 疫情沒有緩和欸 剛剛緩和 我們每天都有確診啊 大部分都是境外的嘛 其實各個國家每天都有人確診啊 確診的速度是還沒下來 封城都還沒結束嘛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往後延一點 所以最好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盤個底吧 看盤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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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說 老師也就是說 我要說的意思就是 你說老師這地方可不可以買 那請問你要報多久 你是我今天跟你講完 你明天買然後呢 尾盤拉上去你就要出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你要報一個 就是好公司好股票 你要報一個波段的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心態怎麼樣 但是如果說 以產業的部分來看的話 我只能告訴你 5GPA他會做 就只有他會做而已啦 然後呢 陳董還有另外一家公司 叫他613連帽 所以他有這個想像空間 所以這兩家公司 你可以一起看 好不好 好我們看一下 我帽可以說 如果沒當公價我哪知道 反假好嗎 反假不錯啊 反假今天的題材是高速傳輸 也是伺服器的啦 伺服器的啦 他還不錯啦 建設還會漲嗎 建設今天不是漲停板 這個跑掉 這次也是那時候我想要買的 這次比較投機啦 這個是AMD的啦 AMD的 他現在漲一段對不對 如果說你現在沒有買到 或是你空手的話 其實我的看法是你不用騎 應該都還會打下來 做第二隻腳給你買 你說V型反轉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不太可能 因為這種線型都是怎麼樣 這種線型都是被破壞過的 而且他會這樣跌代表什麼 會這樣跌 基本上就是 有阻力跑掉了 就是阻力已經嚇到 被那個疫情嚇到 所以就是不計價 一直往下砍 才會這樣子啊 這都只有阻力落跑過了 那阻力落跑過 他如果說 這個地方有回穩 我要回補 你覺得他會這樣一路補上面嗎 這樣他也沒賺啊 他要補下面嘛 怎麼補下面 我可能拉一拉 拉三根的 開始震震震震震 開始震震震震 這群域大安 這就主力腳 這腳就主力腳 他要怎麼滴滴 你走進去 他就出路了 那不是 你進來就出給你啊 出給你 又掉下去就接啊 做個第二隻腳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還沒在叫上的話 這種都是怎麼樣 這種都是 這種是會洗的股票 他不是說什麼 V型反轉 不太可能啊 會洗下來 所以我認為像這個 這個應該是你還可以 有下來的話你再那個啦 再買啦 看一下 627的台藥 昨天買的會漲回140嗎 台藥 台藥就5G的啊 今天好像外資有出報告對不對 然後說那個基地台嘛 他們很靠台藥嘛 其實華為的板子 基本上最多就是給台藥嘛 比較多部分給台藥啦 第二大就是 就support的啦 第一就是台藥 第二是連貌 所以這個後面應該是 應該是會好啦 看一下 只要買會漲140 140 140在這邊耶 140在這邊 等疫情過應該有機會啊 如果疫情沒過的話 不是疫情後面又失控的話 我就不知道啊 只是這地方崩的 應該是崩完了啦 這種都是好公司啊 所以你看這種法人 都有在下面買的 法人目標139 看一下會不會到140 如果會到140的話 你要不要出一下啊 啊 泡泡同學 如果會到140 大家都看140而已耶 沒有 130幾而已耶 然後這邊啊 138 140 136 8塊 9塊 8塊 大概差不多顧這裡啦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有到這邊喔 應該這麼講啊 如果是我的話啦 我看到130幾 我就跟他說再見 如果說我昨天買的 他有到130幾 我就開始出了啦 好不好 TOM 8040 已經爛很久了 這支股票很冷耶 雖然說這個名字九陽神功 對 張無忌的九陽神功 這個名字非常強調 但是這股票很冷耶 但是不知道不是蠻冷的嗎 後續喔 後續我幫你問一下 這支股票好不熟耶 這支股票很冷耶 對啊 你認識嗎 我說在看節目的同學 其他同學們 你認識這支股票嗎 我不太認識他耶 我幫你問問看有沒有在看這支啊 這支股票我真的不太認識他 這都沒有動啊 這股票不是 都沒人在贏耶 沒有人在贏耶 哇這1000張的大多數比怎麼樣 沒有動過 沒有波動耶 沒有沒有 沒人在動啊 沒人在動他耶 投信也沒在動他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如果投信沒在看的話 其實 除非你有內線啊 不然其實你可以不用浪費時間 這沒有動過啊 所以這支股票我不太知道耶 好不好 我看一下 看一下 邊看 超重 超重最近不是 宣德這還可以玩嗎 宣德最近不是很強 看一下 郁金光不是 seats 我有說過嗎 我跟 Carlos 3406 請問你們是都不知道外面有人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啊 我那邊發生武漢肺炎那麼嚴重 你們還在什麼什麼回回去 3月11號之前也許會回去 3月11號 3月11號就是崩盤 哎 Paul朋友你這個地方 你要不要看一下3月10號我講什麼 3月10號就崩盤 崩盤 大家不記得要停順了 你是都不會跑一下 你現在跑一下 你現在買回來還有價差 你要不要問一下郭明錡 郭明錡出報告 郭明錡有出報告 郭明錡看很好 應該回去 這公司派也是 公司派也看很好 郭明錡不是說他有那個欺貼的部分 除了iPhone以外 大國這邊也記得不錯 對啊 所以他講的 他說不錯啊 股價有漲啊 後不回去 郭明錡 實體經濟你覺得這一次疫情這樣崩下來 全線按下載鈴鍵 沒有受到影響嗎 你在那 你們跟上看一下新聞好不好 哦 你是都不在看新聞 我這天我就三月 這一天我就說 這沒什麼錯啊 這一天我就說什麼 我都說什麼 有影響 你要落跑嗎 你不要走一下 好不好 我看一下有什麼 我都不知道我們時間快到了 還是什麼 我看一下操縱雙龍 怎麼兩隻一樣的 操縱雙龍不是都是那個嗎 都是散熱的 散熱的還是一樣啊 那個散熱的 你手機現在是 我認為散熱這個 他們產能都開出來了 開出後不會會殺價 殺價競爭 所以你要不要稍微 怎麼還那麼多問題 講不完呢 別動人見有看法嗎 別動人見 看壞 簡單簡單問 都是穿捕頭褲 看壞啦 看壞 別動人見啦 看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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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不太起來了 花心科 2、3、2、7耶 別動人見我沒看那麼好啦 我沒看那麼好 一直看 看壞啦 看壞啦 不能說看壞啦 看保守 看保守啦 看保守啦 好不好 我們時間到 如果說我們有回答到的 就是我們 那個我每天節目 不是都會有放留言板嗎 就是給你們問問題的 你們問問題的話 就是有吃虎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那邊問 那因為我們直播時間到了 如果說還沒回答到的話 就你們用那個問題來問好不好 我們最後一個 我看一下啦 我看過幾個 聯發科 聯發科 聯發科這邊 他在買庫廠股 他會談一下 問題是談完 談完喔 談完他後面還是很難搞啦 因為高通 高通出一個跟他一樣的東西 在跟他拚價格啦 好不好 聯發科啦 他這地方在買庫廠股嘛 但是高通有個東西 在跟他拚價格啦 跟他他出的東西 高通現在也出出來了啦 一樣的東西啦 然後再跟他拚價格啦 所以可能這個 小心一點啦 好不好 就是有解掏怎麼樣的話 就出一出啦 好不好 我們做個結論啦 做個結論 就是如果說還沒回答到的 就是你們用那個 我每天跟大家分享那個 留言板下面你可以問 好不好 好不好 當然第一個還是請大家 喜歡節目的話 按個訂閱 點個小鈴鐺 這個地方 我還是強調一下 崩盤告一段落 但是呢 但是這個地方 我認為不太會 怎麼樣 我認為不會疫情反轉 所以你現在沒在叫上的 就是 欸 動作比較慢 還沒上車的 應該都還有給你買的機會 好不好 我個人認為啦 你封城 全這些封城都是一個月嘛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如果說真的要起漲的話 也要封城結束之後 才有機會起漲 所以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這個一個月的時間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慢慢的看 慢慢的買 你不用急 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你就跟上腳步 好不好 我認為還有一個月的盤底期 好不好 當然還是一樣啦 你現在還可以問問題的 代表什麼 你還活著 好不好 代表你現在還問問題 代表你還活著 你還沒有畢業 還沒有畢業 就有賺回來能力 好不好 還有還沒畢業 就有賺回來能力 好不好 當然就是 我是認為 我的方法不錯啦 反正你就找一些 你不要找太冷門的 反正都沒在看 刀鼠筆從來沒動過的 除非你有內線 不然那個是怎麼玩 就是你找一些好的股票 應該就是這一波掉下來 後面有一些新題材 新應用 短信如果說 他有職力保護的話 這些股票基本上 後面都有機會怎麼樣 他有機會往上走 好不好 你之前那個什麼 沒前景的 那個已經沒人在看的 趁著現在 大家都還在低檔的時候 這波大家都 全部都跌翻天 對不對 你手上如果說那種沒前景 已經沒有人在看的 你就趁著最近 這一個月趕快把它換一換 好不好 四月份做一做 搞不好你聖誕節 就是年底的時候 你還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以後怎麼樣 那一波的崩盤 我還活著 你去看PPT 多少人陣亡 你還可以問問題的 恭喜大家 很多股神都是破過兩次殘的 所以 恭喜你具備了 以後當股神能力 好不好 那我今天會不會分享到這邊 籌碼 動足先機動能 掌握之間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